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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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段视频你可以看一下 好 这鸟叔比王丽红还年轻一岁 王丽红还年轻一岁 他都叫鸟叔 王丽红该叫啥 你看王丽红生于1976年 鸟叔生于1977年 俩人都是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 你看跟你们同学 不是都是美国同学 都去美国学习 你这导演看了之后 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挺挺傻高兴的那种 是吧 就是傻开心的那种 他还抓住这个神髓 所以现在他很多这个人 他讨论 说为什么这种东西会突然间红 其实现在很多这种网络传播年代 火的东西 火出来你是不知道怎么火的 好像有点跟那种 怎么说就是大众平民文化 其实其实有点像银次郎 我的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种 可是问题是 这种东西也不少 所以他就忽然间就会有一个网上 就有一个人火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火到后来就已经跟他无关了 他自己都没想到 对因为你比如说 你可能一开始就几个人喜欢 喜欢了之后 可能有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 就所谓引爆点理论 就那些人是引爆点 就比如说徐静雷 的微博 这个引爆点 上了徐静雷微博 说一说 那就很多人看了 一下子火出去 那么火到后来 其实大家还要去看 还要喜欢 已经跟这个大叔无关了 而是因为人人都说要看 我也得看 他这种特有的节奏 让人比较起范 又挺粗 又挺粗鲁 你知道吗 人们对这种又挺粗鲁 莽撞 给劲 对 挺给劲 他有个原因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种原因都是 说了半天 其实都还不是原因 因为要是他真有一个原因 真有个规律 可以掌握 很多公司就发财了 现在全世界的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 都试图掌握 网络 红人 或一件事 红 他那个现象 背后的规律是什么 其实你掌握不到 所有那种公司 想主动 推个什么东西出来 想学到这个程度 都很难 没错 他只能利用他 比如说你记不记得前两年还有一个哥们 是个美国人吧 不知道全世界各地旅行 然后让当地人跟他也跳一种特别傻的舞吗 然后去了哪都要请当地人跟他一起跳 就跳到后来呢 也很火嘛 那就前两年 那火了之后呢 是Visa 那个信用卡广告 赶快聘他 当代言人 也来那么一段 那么但这些东西又有一个特性 就他火完一段之后 他也无以为继 是无以为继 所以这是刚才说 跟就是叫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有些东西是可以设计的 这个产品本 但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可能很难设计 他就碰巧在这样的时候 对 这有些时候就要不说是天给的 你很多时候你没办法 而且你说 比如说你就说这鸟书啊 我跟你说这件事啊 你就反映韩国人这个性格 这有多绝 就这种绝绝之性啊 这个鸟书这么火啊 鸟书的这个好朋友 好哥们啊 也是个大叔 也是个韩国著名的歌手 叫金长勋 你知道吗 因嫉妒而自杀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假的 就韩国人家 我觉得韩国 我觉得给人家造谣 不可能因为这个自杀的 断旨的民族 真 就是一嫉妒 哎呀 自杀了 真的留下遗书啊 后来送医院给抢救过来 他觉得这个这个点子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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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跳马舞的这个 是跟他学的 或者跟他剽窃的 然后金长勋就还留下一段遗言呢 还你看吗 说说了这什么话呀 就是说你看 我是一个无法忍受被信任的人 背叛的傻瓜 对不起 我走了 外界解读他 嫉妒PSY太红 才会寻短 不会那么简单 我觉得这肯定是别人版的 当然 对对 一个人自杀 就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 韩国人是够倔 他一时想不开啊 就撞墙 比如说我们反日的时候 会砸日本车嘛 他们去日本大使馆 抗议示威 不是扔东西 扔手指 就每天还定时的 就是那时候一帮 还是年轻人嘛 帮着那些老未安妇去抗议 就每天10个 每天10个去 啪 断手指扔进去 就给你来这个 还有他们当年那个电影游行的时候 就反对政府 就是好像要保护韩国电影 他们是所有 就是男演员那种偶像戏 就全剃光头 对 就把自己头发全剃光 对 他老跟韩国人一块玩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真的 你最近不是老跟韩国人 不是有一些韩国同学 就是韩国同学 但是我都是女孩比较多 他们就是很喜欢喝酒 就是都 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好多朋友 尤其女孩 就是主动喝酒的 其实不是特别多 他们喝酒 还是说我没见过 他们就是很普通的 他就是像喝水一样 对 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没什么想不开的 就是高兴 而且我真的是老同生 就是那些小孩都是二十三四岁 可能大学刚毕业 就为了把英文进修好 也叫做更好的工作 但他同时他又会去学 就是做饭的课呀 什么的 就我在这儿 我很少听我身边朋友说 我们去学做饭的课 但他们会去学插花啊 做饭 就是他们所谓传统 就是我要嫁人 他其实我觉得他们心里 可能挺挺有那种 就是我要当一个太太的时候 我需要具备的技能 就是那种感觉 就现在的80后 他也有这个 我碰到那个 完全能感觉到 韩国本来就很传统 韩国整个社会 虽然创意无限现在 但其实整个社会结构 还是很传统 比如说他们过年记住 原来他们以前 我忘了是他们过年 他们也是过农历新年的 他们哪一天要做一种 特别的菜 是个锅 那个锅得放什么肉什么呢 用来记住用的 但韩国也进入都市化时代了 那么很多人过年 也不在老家待着了 出国 趁机出国旅行 那怎么办 于是他们处理一种电器 那种电锅 是方便他们旅行攜带 就等于你 比如说逢年初几了 正好一家人在海外旅游 但那一天就得在酒店 插上电 还在酒店房 也要煮那锅东西 然后摇记煮钟 得这么搞 他们这个传统和现代 好像结合的还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做法吧 他们某方面是比我们传统多了 你比如说儒学 今天我们讲儒家什么 不是前阵子还跟韩国人吵架吗 说他们是孔子是他们的 但某个层面上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们真的对儒家的那个亲近感比中国人重 不说别的 就拿最简单的 韩国的钞票 好像一千环你拿出来看 上面印着一个人穿古装 那个是谁呢 那是李退熙 李退熙就是号称是韩国的朱熙 是他们的大儒 就韩国对于他们历史上的大儒的尊崇 是达到这个程度 是口袋里面随时钞票上就是他的样子 中国有这个吗 没有 咱们原来是原大头啊 原石凯啊 咱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全球转机企业合作伙伴 众星为你聚焦 世界英移璀璨 新一代轩逸 钥匙登场 感恩四百万 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这条河 这个镇 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你在韩国有什么经历 对我就有一次是去去韩国玩嘛 然后我跟一个男的 然后我们俩出机场 我拿的行李呢比较大 他拿的是一个比较小的行李 然后走出机场之后 不是叫那个出租车吗 然后就是看那个司机过来 远远的就就是特别热情的跑过来 然后拿着他的行李就走了 就他 因为我的行李明显是比他大一倍的 我是那种托运的大行李 他是那种手提的小行李 可是他就是很热情的过来拿我拿他的行李 就是 很常见 对 就是 可是你在全世界 对 都是给女的先开门 肯定是要你要拿行李 一定是帮女的拿行李 何况我的行李还大很多 然后我就有我就碰到那个韩国的同学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是都这样吗 他们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不是这样 可是反正碰巧了 那次我碰到就是这样 他们是这样 他们也有年轻一代的新一代 就是比较开放了 就没有这么多的这种传统的这些 因为其实日本跟韩国这方面都很像 都是女的拿一大堆东西 男的有手好鞋在后头跟着 踢这个拖鞋 哼那个小曲什么 什么苦工都是女的在干 就有这个感觉 老故事 老段子 就说那个韩国这个二战之前 是这个男人走在前面 女人走在后面 战争结束之后 女人走在前面 男人走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战争中留下很多地雷 很常见 但是他已经开放了 但还是有很多很传统 很传统的奇怪 就日常生活就出来 比如喝酒 韩国人大家一块喝酒 你比如说看到那些年轻小伙子 其实已经很洋派了 但是看到公司的上级在 或者是大学里面念书的学长在 他们就这么来喝 掩着嘴巴 表示礼貌 就不好意思让长辈 看着我喝酒 掩着嘴巴喝 那个动作是最自然而然 身体语言一下就出来的 所以你看 咱不是那的人 我就老挺好奇 就是他们这个 所谓传统保守的东西 比如说男尊女碑 是怎么跟现代的这个东西 结合在一块的 比方说 你看我后来跟人打听打听日本 我就觉得你要说日本过去说什么 娶日本太太 日本多么的这个贤妻良母 或者说多么男尊女碑 但是在另一方面 很多日本家庭 你知道照咱们看 玩的很男女平等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们不像西方人 就是说我们老夫老妻的 我们有很多共同 他们不离婚 但是不离婚 太太也会有一个婚外的一个恋人 恋人情人 老公也有 就是两口子相安无事 就守护我们这个家庭的稳定和完整 你看 而且日本男人很接受 就至少说吧 相当一部分吧 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可以 这在日本就是很平常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 人的咱们这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吧 是应该不要那个 好像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是 怎么 我觉得这个挺 就像我刚才说 我一个朋友 他是那个那个 挪威的挪威人嘛 就是他的朋友的父母 六十多岁 七十岁才结婚 那一辈子就互相不知道 对方的财产是多少 怎么样 也一辈子没有结婚 最后结婚是因为 大概一个保险 养老的一个什么东西 才结婚 就是就是 就说到刚才说的那个 大家老是说结婚 结婚什么这些东西 可能其实是有很多形式 可以存在的吗 对 共同存在 共同存在 还有一个叫什么 公民结合 公民结合 我最近在法国学了一道 说我们总统啊 都说未婚同居吗 说不是 这在我们法国啊 有个讲究 他们这种状态呢 叫做共同存在 就说他跟他以前 那个社会党的那个女的 一起生同居了 二十年 还生了孩子 说他们不叫 未婚同居 他们就叫共同存在 所以我说 他可以拍个电影 叫共同存在 对 我说我要拍 结婚的电影 也可以 然后梁老师说的 对我讲一个 公民结合 那主要就是 美国那些地方 他有些地方 可以同性恋婚姻 有些不行 不行的时候呢 就是好 你们不能结婚 但是可以公民结合 那慢慢公民结合 连异性恋都可以 公民结合就是 你又不是结婚 但是又享受了 婚姻的某些的 法律上的保证 比如说 报税报少一点 共同报税 等等这种东西 我们的这个观念 就还是很多人觉得 就说这个 结婚才叫归宿 结婚才叫完成 才叫终点 你们说的这些个 你们都叫未完成状态 是吧 但是其实 日本也是 日本也是 他们会把结婚看成是 必须要经过的状态 但是跟你说的那些完全不矛盾 我们要了解 他们之所以出现说 两夫妇各自出去搞 然后还勉励维持这个家庭 这是因为他整个 关于性爱婚姻的布置不一样 就每个社会怎么看 性跟爱跟婚姻的关系 是不同的 日本社会是觉得 性爱婚姻是三回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女孩 她可能会觉得 她从小到大 她也知道自己要嫁人 她觉得嫁人还是很重要 而嫁人的时候呢 说不定现在日本 大概还有三成女性 主要是透过相亲来结婚 真的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这么来结婚 但她很清楚 双方很清楚 这不是爱情 这是婚姻 那所以她就保留一个空间 我可以在外面 跟我的继续 我的中学男朋友 或者哪个人 继续有爱情 但有天我下班下晚了 赶不上最后一班电车 只好去个爱情酒店住宿 我一个男同事也是这样 我们就一起去开个房吧 这叫性 那我的爱人不应该嫉妒 我老公也应该无所谓 因为这三件事是分开的 我跟这个男同事上一碗床 不表示我爱他 更不是我嫁他 可是这个是普遍的吗 在日本 不能说普遍 这种当然不一定普遍 但是发生这样的事 大家不会奇怪 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观念 把爱情 性跟婚姻 三者是分开 那有的社会是把三者是结合的吗 不是 我就说 我就说咱从最世俗的层面 一句话讲 就说 你能接受两个人商量 就说这爱情是不是排他的 就是说 比如说咱俩都是现代人 对吧 咱俩要说好了 不完全排他 也许你会有一些个 咱不叫婚外了 就是我们这个关系之外 会有一些个关系 但是以我们的关系为最重要 你觉得能接受吗 我理性上是可以接受的 我理论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说真碰到这种情况 我会是什么真实的反应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假想这个 但是你从理论上 我是觉得可以 这叫韩国大叔 嫉妒的会自杀 可是这个问题是在于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嫉妒 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 结合得很紧了 因为你有的时候 传统上很多社会 因为文桃你刚才讲了说 你能不能接受你爱一个人 然后同时还有另一个爱人 你讲的是爱 是能不能容许另一个人 还有无占性 但我刚刚讲的是性 或者婚姻 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像希腊人 以前古代的希腊人 同性恋是很普遍 尤其男男之间同性恋 说全希腊人 全雅典人都晓得 我今天结婚 不表示我爱这个老婆 我爱她干嘛 神经病 我跟她是为了要生孩子 我真正爱的是谁呢 是那个小伙子 全雅典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爱情只发生在男人之间 男女之间只有性跟婚姻跟生殖 所以你真的是不同时候 不同社会 真的对这三样东西怎么样分配 什么样的关系 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人 你比如说有一个中国哲学家 中国有哲学家 我看他就讲 他说他试验过 就是说这种太太你可不可以出轨 对吧 然后我还能接受 但是他的感觉是度日如年 就是说实际上很难 他就琢磨这是为什么 后来给他琢磨出一什么理 他说这个性活动 或者说做爱 他说是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 只有两个人为了爱到了一定程度 这是我们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语言 用他才能表达我们的这种爱 表达到这个强度上 他说但是这个语言 如果你跟别人也能这么聊的话 未免就觉得没劲了 就说就说觉得 你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语言应该是只属于我们的 但是如果我知道 你整天也跟别人有这种语言 不一定 这语言不珍贵 你说这哲学家是男人吗 是男人 那他误会了 那个女的 没错 他老婆跟他讲的是 比如说一种语言 在性爱上 但他老婆不一定会用同一种语言 跟别的男人讲 他们可能说外语 你不同的女性跟不同的男人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他整个状态表现也都不一样 可以是可以的 但是有不同的搞法 不同的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云服食材 世界食材采购购中心 广东云服国际食材产业场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中国交色 中国梦想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还有会员礼物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贵服务 咱们本来说这个鸟书呢 怎么又谈到鸟人了 对对 说演了 我觉得看到鸟书 现在这几天韩国电影电视 刚才金人也讲 就是说 小时候我们好像都觉得 好像日本流行文化很厉害 十年 大概也就十几年前 就十几年吗 就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真是目睹了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老讲什么 软实力文化强国 你真的亲眼就看到 我们一个邻居 怎么样变成一个软实力 这么厉害 变成一个文化产出的强国 而且是全面的 从电影到音乐 就是到整容 对电视 到整容 真的 连脸怎么算漂亮 都给中国女孩数 标 是吗 我觉得好厉害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都是看日本动画 当然日本动画漫画 现在还是很厉害 但是你说流行音乐 电视剧 电影 几乎是全亚洲 不管印度的话 东亚就是韩国在称霸 而他不止称霸 这个你连他的电器 Samsung都打垮了 索尼了 现在索尼 Panasonic 加起来市值都比不过 三星一家 但是你看我老有一个偏见 是吧 这肯定是偏见 我老觉得韩国人不聪明 他怎么弄出这么大软实力 他是不是 他跟他们支持 比如电影行业 他肯定是跟政府支持有关系 他们比如说他送很多人去 他建立动画基地 专门做特效 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他投入了很多很多 而且他们有一段时间 大概去保护 当然那个其实也有点过度保护 我觉得就作为市场经济来说 是有点过度保护 但他们把电影就整个等于给就是很人为的培植起来 从教育到对品质 他真是 他们一方面就很长远的规划 然后这个政策执行的很完美 比如说三星 他十几年前就开始去巴西 那时候日本那些公司拿小的说巴西将来会这么厉害 就三星现在是称霸南美洲了 在电器市场 他十几年前就开始来规划 但更重要我觉得是政治改变了 过去韩国是军事独裁国家 是强人时代 他们有一个名词 我忘了叫他们有一个世代 478还什么世代 那个是指的是什么 就韩国不是有个光州事件 你听过 就当时军政府屠杀示威学生 那结果后来有一连串的白色恐怖 很多的学运领袖又坐牢又流亡 其实现在韩国电影业 动画业 软件业 设计业 最有创意 最厉害的那些头目 都是那一代 就等于他一名